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拿出一把搓刀抹上成分不明的腐蚀性化学物质 然后对准你的牙齿活活地把它磨去一层 达到美白的效果 这就是洗牙 妈 并不是 洗牙的专业说法叫做银上节制术 需要你躺在牙科椅上 由专业的牙科医生借助先进的洗牙器来进行操作 在发达国家 洗牙是普及程度很高的常规口腔保健 比如美国就设有专门的牙科保险 洗牙这种预防性的项目甚至可以全额报销 但是在中国 大众对洗牙的认知还是比较欠缺 大多数人并没有养成定期洗牙的习惯 那么洗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定期洗牙真的有必要吗 人的口腔中存在着大量的细菌 他们喜欢在牙齿周围聚重繁殖 还经常躲进一些清洁死角 慢慢的 口腔中就会出现很多薄厚不均的细菌社区 形成牙菌斑和牙结石 当你刚刚吃完东西 口腔中留有食物残渣的时候 细菌就会利用残渣中的营养茁壮成长 并且顺便产生有毒的酸性物质 腐蚀牙齿表面的牙幼质 让牙齿变得敏感脆弱 日子久了还会形成蛀牙 当这种腐蚀完全破坏了牙幼质 并且继续向下伸入牙髓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突然感到要了命的剧烈疼痛 俗称蛀牙蛀穿了 学名叫急性牙髓炎 如果治疗不及时 还会导致周围牙龈的感染 到这个时候 你这颗牙基本上也就保不住了 还有一些细菌会把家安在银系沟里 它们顺着这条窄窄的缝隙 不断地向下进军 一路搞破坏 刺激的牙银发炎出血 由于它们破坏了牙齿的地基 所以还会导致牙齿松动 也就是说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牙齿问题 基本上都跟牙菌斑脱不开关系 而牙菌斑会在口腔中持续积累 并且会钙化变硬 最终形成牙结石 日常的漱口刷牙 只能干扰菌斑的形成过程 却无法去除顽固的牙结石 清除牙结石的最佳方案 就是洗牙 在洗牙的时候 牙医会用专门的器械 来去除你口腔中的牙菌斑和牙结石 顺便磨光牙面 延缓菌斑的再次沉寂 更形象地说 洗牙相当于给牙齿做一次大扫除 把其中的陈年老购给挖出来 从医学上说 洗牙是防治牙周疾病的重要手段 在做好牙齿日常清洁的基础上 一年洗一到两次牙 是比较合适的频率 但目前人们对洗牙 好像还存在一些误解 比如最常见的误解是 洗牙会让牙缝变大 其实你洗不洗牙 牙缝都在那里 不增不减 只不过洗牙之前 牙缝被牙结石和发炎肿胀的牙龈 给塞满了 你看不见而已 洗完牙 牙结石没有了 牙龈也不肿了 牙缝自然也就漏出来了 而洗牙过程中牙龈出血 也是正常的现象 牙结石会导致牙龈发炎肿胀 当受到洗牙过程中的 器械刺激的时候 发炎的牙龈就有可能会出血 只有通过洗牙去除了牙结石 才能让牙龈恢复健康 再比如 洗牙会让牙齿变差变敏感 这其实是因为 牙结石的长期覆盖 导致牙龈退缩 在去掉牙结石之后 牙本质会暴露出来 导致你在刚洗完牙的一段时间之内 感到牙齿敏感 但如果不把牙结石去掉 牙周疾病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还是要及时洗牙 及时止损 最后是一个人民群众 都很感兴趣的问题 洗牙能把牙齿洗白吗 嗯 不能 洗牙确实能去除一些 外源性着色导致的牙渍 但这只是还原牙齿 本来的颜色而已 健康的牙齿 其实本来就是淡黄色的 我们并不需要对一口大白牙 抱有过高的执念 总而言之 很多时候 某些新知识或者新技术 往往能带来生活品质的提升 但是也经常会遭遇到各种误解 如果能抛开先入为主的偏见 多从科学的角度 了解一下他们的真相 或许就能给自己 带来多一点幸福感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 喜欢来的 我 诙 识 uhan 我 frosting